武杰湘警仲地区位处县管的区域排水平行排水的下游段 地势低洼而且原有的渠道互按破损 行水区的通宏断面不足 每逢台风好雨经常造成严重水患 县政府因此争取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3000万元 办理平行排水应急工程的改善工程 县长林之庙专程前往视察工程进度 以及听取地方意见 希望我们的工程品质要求 而且我们要应急的部分 向中央争取了3000万 希望五个这些地区 经常这些地区 可以不要去饮水 所以可以让警官政府特别注重 所以今天来视察 也感谢议员在议会 一当大力的支持 这次的工程是在我们第二次算到一举一算 这站也经过我们中央的帮忙 目前的施工精度已经达到30%略为超前 预定在112年的4月完工 565公尺左右复岸 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 我们至今年的这个4月份开工 我们预计在112年的4月份能够完工 要求拼击 当然平衡水路还有我们一举一 进前还有中复这站还没完成 那么在这 拜托管政府继续来提供中央 县府表示平行水道经过治理之后 可增加河道的通红空间 加速排水 并且配合下游平行抽水站的操作 渴望有效来缓解淹水程度 以维护地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石市民采访报导